如果说呢,再来,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我刚刚有提到有关那个format的写法 那这个format的写法,比如说以这个来看 你会发现这边i跟j 它外面很麻烦的部分就是 都一定要以一个string去把它转型 那当然这个string转型的话 对于可能程式撰写不太熟练的同学来说 也是一个障碍嘛,有没有 你如果忘了转型 或者你转型前刮符忘了后刮符之类的 那就会产生程式撰写的错误 所以如果你今天假如说你不这样写的话 我推荐各位用另外一种写法用format 那format呢,就是说 如果你的这一串输出资料里面 可能会有很多个变数 那有很多变数的时候 你要处理变数的转型问题 然后又要放变数,又要串接 那很麻烦,也很容易做错 所以你可以用一个方法 一我先把这一行注解 注解的话 当然你可以前面加一个这个锦字号 表示这一行注解 然后要不然就是说你可以用一个快速键 Ctrl加上斜线 Ctrl加斜线 斜线的话指的是那个问号的那个斜线 有没有,问号键的那个斜线 你就Ctrl加问号 它就是注解 再Ctrl加一个斜线 那就取消注解 那我先把这个注解 为什么,因为我就重新写一行跟这个一样写到下面 那我Enter一下,拿这一行来做修改好了 OK,复制它 然后我改给各位看 那我干脆从写好了 那如果说我不这样写的话 那我怎么写会比较简单 第一个的话 我比较上面办理 当然你特别说 第一个formance 它一定print什么 print一定要是一个字串 那这个字串里面就是放它的格式化的规则 什么规则 里面的话,我这个规则是 这个倍乘数是一个变数 是I 所以我再给它一个大刮户 反正只要放,要放一个变数就一个大刮户 后面它可以直接放字串 那个变数里面 这个I被乘数后面加一个称号 然后再加上乘数 再加上等于 再加上两个相乘的结果 两个相乘结果也可以当一个变数 OK 然后后面要加上什么 反斜线T 所以你会发现 它等于是说大刮户就有点像那个变数 它可以直接拿它 这个一个大刮户我来代替一个变数的位置 那后面的话 这个就要这个就规则嘛 有没有 它后面的话就点什么 就再加一个format 后加一个刮户 那因为前面会有三个大刮户 所以你就必须给三个 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I 那把I放到前面第一个大刮户 把J放在第二个大刮户 把I乘上J放在第三个大刮户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就大功告成了 这样的写法 它实际上就是把格式 跟所谓的变数 资料部分把它做分开来 所以以后如果说你有一堆大量的变数 要放到一个字串里面的话 那用这个方法是最OK的 比如说什么呢 像我们常常写跟资料库沟通 会用那个Seql语言 那Seql语言里面会串很多字串 用format就非常好用 OK 所以特别在这边跟各位 后面的话当然我们一样 把那个d.end等于空的 加一个后刮户 我放在哪里 放在后面 有没有 把那个换行部分拿掉 这样的话就写完我们要的结果了 应该可以看懂我在写什么吧 还蛮好用的 那另外如果说将来你要针对这个 大刮户里面 比如说格式化 加什么 加路点到地级位 我们前面有两个 不过这个地方我们没有要做 这个四舍五路之类的 所以不需要 你就一个保持大刮户就可以 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有没有发现结果有没有一模一样 结果也是一模一样 有没有 OK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写出来 好 那待会的话呢 我会顺便讲一下 就是 如果说我今天假如说这个范例 如果我希望可以让它怎么样 也写在像什么 写在Excel里面 嗯 一样的 其实Excel里面可以跑这个结果 一样可以跑得出来 只是要怎么写 其实这边底下我有一个sample 这个 第几单元 第三单元 就刚刚这地方 这个是format format 这边我把它用那个颜色mark 就这个 那等一下的话也许我们可以 再试试看 如果用那个VBA来写的话 其实VBA就写这样就可以了 sub 那VBA怎么写呢 基本上我大概简单demo 如果你们有先学过VBA的同学的话 那你可以把那个Excel打开嘛 Excel打开之后的话 上面有开发人员 理论上是要打开 然后你可以打开Visual Basic之后 先按右键先插入一个模组 这个插入模组有点像是 Python里面 那个 比较像插入一个专案哦 OK 比较像插入专案哦 虽然它名称叫模组 那我可以把程式 假设我刚刚那一段可以把它贴到这边 它是个sub 那如果你今天把它转一下 有没有 就这成本表就出来了 那写法一不一样 其实也是差不多的哦 只是说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异哦 请各位也许先试着把刚刚 我刚刚讲第一个 你那个把刚刚的这种写法 转成format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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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